27岁女嘉宾网恋,30岁男友 对方称自己有房有车,还坐办公室 发来的照片看上去也不错 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年龄从30岁变成了33 车子和房子没了,还从白领变成了车间工人 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可男嘉宾表示,一切他可以解释 关于年龄,他说 就是我这人形态平常也是很年轻的 然后我就少说了两个字 少说两个字也很正常嘛 关于工作,男嘉宾表示 其实我是坐办公室的,在车间坐办公室 然后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的话 然后到车间工作了 哦,行 至于照片,男嘉宾显得有些难为情 但还是说道 这一是因为在疫情在家 然后多吃了点变胖了 我只是变胖了 这话是个人都不相信 有人更是问他,是不是把美颜开到了百分之百 主持人也被逗笑了 这大概就是大型网恋翻车现场吧 两人网恋半年多 女嘉宾多次提出见面 但男嘉宾一直推脱 后面实在推脱不过去了 才答应见面 然而见面后 女嘉宾只想转身跑路 这和想象的也相差太大了 好在他扛压能力强 坚持住了 结果一了解 发现男嘉宾在网上跟他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但想着两人也聊了半年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再者身边也没有合适的人谈恋爱 所以女嘉宾决定在一起试试看 就跟抽盲盒一样 万一是个大奖呢 在一起后 男嘉宾表现确实不错 早上给送早餐 下午给送奶茶 晚上还接下班 女孩子嘛 都容易被感动 于是两人就这样在一起了差不多一年 但是在此期间 男嘉宾每次去接女嘉宾下班 都不能去女嘉宾的公司门口 得在另一条街 等女嘉宾过去找他 对此 女嘉宾解释道 因为之前他给我发的那张照片嘛 我已经给我同事看过了都已经 人家都知道 那是我男朋友 然后他突然出现 人家这一看 还以为我出轨了 这话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极强 不过这事 确实是男嘉宾理亏 他也不能说什么 甚至为了弥补曾经说过的谎话 他每周都去帮女嘉宾打扫卫生 不想女友不仅不心疼他 还认为是理所当然 甚至在朋友搬家时 把他当苦力使唤 最后却连个名分都不给他 搞得朋友都以为 他是搬家公司的公认 这让男嘉宾十分受伤 而更让他委屈的是 女友在朋友圈 大大方方秀跟男同事的合照 他却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前每次两人出门逛街 女嘉宾都会跟他保持距离 手都不给钱 没事还总把分手挂嘴边 一言不合就分手 这情况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但男嘉宾就是喜欢自欺欺人 男嘉宾有女友却跟没有一样 甚至连出现在女友社交圈 和朋友圈的资格都没有 女友还总是把分手挂嘴边 一次女友生病了 他立即赶过去 准备带着女友去医院看病 不想女友却嫌他烦 然后和他大吵一下 并提出了分手 男嘉宾委屈不已 心都碎成了玻璃渣 但自己找的女朋友 哭着都得宠 于是他只能低声下气地去求复合 最后也是成功和好了 随后 女友还提出要带他回家见父母 这可把男嘉宾高兴惨了 熬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有个名分了 他恨不得大摆宴席 宣布这个好消息 于是他按照女友的要求 买了好烟好酒 以及昂贵的化妆品 小心翼翼地去了女友家 他自认 李树和心意都到位了 也以为两人算是定下来 然后也将女友带回了家 不想女友却一点不注重李树 空着手就去了 而且对他父母的态度也不是很好 一直端着架子 刚到手的名分 顿时就不香了 男嘉宾表示 不能理解 主持人也不能理解 因为他听了半天 也没懂男女嘉宾为何而来 都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上来闹啥呢 女嘉宾回答 他之所以来 是因为男友有个不切实际的音乐梦 他可以忍受男友没车没房 却不能忍受男友活在梦里 更不能忍受 男友将钱拿去投资所谓的音乐梦 他只想男友拿钱付个首付 再写上他的名字 然后两人结婚过日子 一起还房贷 不想男友却不听他的话 拿着积蓄买了直播工具 开始做起了直播 于是造成了直播没人看 工作还受到了影响 对此 男嘉宾表示不服 说直播还是有几个人看的 不想女嘉宾却丝毫不给他面子 越说 女嘉宾就越生气 他表示 父母本就不太同意他们在一起 但当时男友说要买套学区房 所以父母才勉强同意 不想后面男友出来买直播设备 还不跟他商量 就借给了朋友十来万 而且 这朋友还失踪了 这下 首付钱是彻底没了 他说到这一步 咱不得不怀疑一下 这朋友 是不是无中生有 毕竟十来万不是个小数目 谁丢了不着急 男嘉宾怎么可能如此风轻云淡 主持人也发出了疑问 看见他把这个钱递到他朋友手里的吗 我没有 对呀 那你怎么保证这不是他骗你的呢 男嘉宾称 他借了朋友十来万 后面朋友失踪了 所以没钱付房子的首付了 但随后又说 他的父母可以帮忙付 只是为了谨慎起见 房产证上 不能写上女友的名字 这让女嘉宾极其不高兴 他说 装修和家电都可以他来付钱 房贷以后也一起还 但房产证上 必须要写他的名字 不想男嘉宾就是不答应 说怕哪天分手了 还得分房子 主持人听不下去了 直言 男嘉宾就是个大忽悠 你给我整个的感觉 就像个大忽悠 你忽悠完他之后 你跑来忽悠我们 你有啥好忽悠的呀 对女嘉宾 主持人也表示不能接受 明明要跟人在一起 又不给人名分 一点不尊重人 说完 主持人便让情感老师们 给两人分析分析 情感老师们纷纷觉得 一段始于欺骗的感情 是不值得原谅的 米娜老师一开口 直接说 男嘉宾本人和照片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 真实写照 还调侃地问女嘉宾 为什么不选择 七天免费退货 问完他直接给出了答案 说女嘉宾之所以不退货 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 简单来说 女嘉宾心里一直有 自己的择偶标准 但苦于没人追求 所以当男嘉宾出现时 他便将其套进去了 哪怕对方并不满足 他的标准 其实一直以来 不是男嘉宾在骗他 而是他在自欺欺人 而他对男嘉宾提出的一切要求 也不过是想证明 自己的选择没错而已 米娜老师还说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 你理想中的伴侣 我想你也可能不会说 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因为你觉得 我们根本都不会有 分开的那一天 我根本不需要 有任何的物质保障 因为我爱他 我就想守在他身边 然而当一个 你不够爱的人 在这里的时候 他只有做十倍 二十倍 一百倍 为你付出的事情 你才觉得 仿佛你才配下架 说完 他直接劝两人分手 因为在这段感情中 两人都带有自己的目的 他们更多的是将就 而不是爱 听完各位老师的分析后 男嘉宾还是不愿放弃 这段感情 可他说的话 却让人难以接受 我想 以后 我可能 变得会很好 希望呢 在以后的日子 你能 看见 我的进步 都到这一步了 男嘉宾还要在画大饼 主持人直接戳穿 说他改不了 最终 女嘉宾选择结束这段感情 男嘉宾只能遗憾离场 其实真正的爱情 从来都不会怕给的太多 只会怕给的不够 所以那些在感情中 斤斤计较的人 或许从一开始 就只是将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爱情观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下期见 拜拜